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纽约州的州长 各州州长 好像为了 到底这个时候应该 是要开始准备 恢复一般的工作 或者开放哪一部分 也就是说要把居家的 stay home的禁令 是要摆在期限到什么时候 为了这件事情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即便是就算 就算这个高峰期过了 但并不代表疫情就过了 他只是讲那个最危急的那个 何况这个关键点 其实是还没有人说得准的 但这件事情 并不是我主要要说的 我只是觉得国家大事 名声大计 这有这个国家的带领人 政府的管理部门 他们去费神 但这样一个影响下来 我却听到的是 好像因为这样的一个空气 在流动 这个话一说 还没有决定 只是开始要考虑了 就已经会影响到 宅在家里头 已经一个月 快两个月的 我们大家呢 或是身边的人呢 就已经有人说 快要关不住了 那个心就浮动起来了 那我觉得 在这个时候 是要有一点提醒 其实 要沉得住气 稍安勿兆 就我所知呢 现在看我们这个 找安佛光 这几句话的视频 已经不限定 只是在 这个美国 加拿大的 这个观众菩萨们 那加上人间卫视 说把他们放到 Facebook上去 我想这个 一带开来 一定有五大洲 各地的朋友们 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觉得 面对这个疫情 其实你真的要沉得住气 虽然说 这个居家 State Home 可能超过两个月了 往后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那有一些 我有看到 因为我们的节目 会有一些回响 包含我们自己佛光人 因为有一些 佛光会的干部 大家还是在进行忙着 怎么去照顾需要的人 所以有这个群里头在看 我就感觉到 看大家的回应 那个心中有佛法的人 对于外境怎么样 我们就是配合着 他由以代之 该生活生活 该工作工作 该这个佛光会晤 网路上的会议 读书会 研讨 准备 照样进行 他心中有佛法 他很定 但有一些 我就觉得是有一点 好像墙压着 快点快点 哎呀 好像 其实啊 其实我想 借这个时候 请大家 现在各位应该是看到 很风光明媚的景色 那现在呢 我要请我们的方圆 因为我们可以 透过这个剪接的技术 把真实的 在沃泰华 现在我们到场 景色所在的地方的实景 现在就可以接给大家看 各位现在可以看到 这是什么时候的 这是12月1月2月农冬的时候吗 不是 这就是昨天下午 也就是4月中旬的一个下午 突然之间 就一场风雪这样 那其实再说了 在这个疫情期间 才三天前吧 我们美东 北卡 哪里 这个扫过的 这一阵强风 破坏力 伤害很大 就是说 它咒来乍到 你真是想准备都来不及 但 它就是来 大自然力量就是这样 它来就来 然后它走就走 我也很惊讶 各位看到我身后的 这个实景 是我还在那里惊讶 想着 哎呀 这个 因为到 其实在加拿大 就算是5月份来一场雪 也不出奇 6月份也曾经下过雪 那我当时用手机 就在我窗前嘛 录了几秒钟 就这样子 可是当我还没惊叹完毕呢 这场雪停了 然后呢 我就听到小鸟就就就就在唱歌了 也许它不是唱歌 它可能是说 哎呦 吓死我了 这个突然好冷啊 它们可能在互相 你还好吗 有可能是这样 我们听不懂 不过赶食花见泪 恨别鸟金星 到底是花在见泪呢 鸟在受惊吓呢 还是是我们内心世界 在流泪 所以你看花也带着泪痕 你内心惊慌 你看着鸟 它可能真的在唱歌 但是你就觉得它很惊慌 所以外境是内心的显现 所以我想就是 如果我们的内心 没有一个做主啊 没有一个定见 一个主见 那个一种很沉着的 安定的力量 你老是 现在天气怎么变化 我怎么办 或者现在的这个疫情怎么样 可能提早 可能延后 提早延后 其实不是政府宣布的 就是绝对 它必须要依据 这个疫情的 它的持续的状态 这个状态是 我相信全世界 没有人敢百分之一百 告诉我们 停了 现在可以大家怎么样了 如何 都不是 但你心中真的要沉得住气 不要来一阵风 你就跟着就被吹到哪里去 刚刚请大家欣赏的那场雪景 虽然其实前后 我想应该不到十分钟吧 一场雪就过去了 然后就阳光又出来了 我们真的不能随着外境 在那里起舞 心中还是要定见的 今天只是 拉里拉扎讲了几句话 我还是很希望大家 心中要有主 心中要有佛法 那你自然可以做自己的主人 不会随着外境起舞 就讲到这里了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